摸 摸吧 這兒你也有 有什麼好摸的 這兒是屁股 除了肉沒別的 轉過來吧 搜完了 把嘴張開 張嘴幹什麼 張他 吐出來 我可口臭 別說我沒告訴你 閉上吧 這回折騰完了吧 你有沒有吞服過什麼 吞服什麼 偉禁品 有病啊 讓人查出來還不避了我 你嘴巴泛乾淨點 口頭語就這樣 不愛聽別叫我進來呀 到屋這麼長時間算誰的呀 算了算了 走吧 不就穿了個綠皮嗎 牛什麼呀 一天把牛給嘚死 吃飽了撐得沒事幹 自己沒事別人還沒事 來同志 是不是我們工作人員對您態度不好 惹您生氣了 你們這兒的職員沒事閒著把老百姓抓回來搜身 哈哈 我們這工作呢有的時候是需要這樣 希望您能理解 來 坐著歇會兒 小小氣兒 坐著 能問一下您在瑞江是做什麼的嗎 我在我表姐的米線鋪子裡打工 米線 唉 你們賣米線都有什麼帽子啊 帽子 我們那兒只賣米線 沒什麼帽子 醫師妹 到 帶這位女同胞去醫院 是 我沒病去醫院幹什麼 沒說您有病 為了證明您的清白 我們跟您叫個證 醫院裡有X光 你不是說沒做什麼虧心事嗎 他會證明這一點 你們饒了我吧 剛才是我不對 我不應該罵人 你們饒了我吧 我家裡還有兩個孩子等著我回去呢 我 你自己說這醫院你去還是不去 我 我坦白 走吧 課長 嗯 你剛才說米線店賣帽子是怎麼回事啊 唉 那不是咱戴的那個帽子 這兒的人不是吃米線嗎 但裡面需要那肉醬 什麼雞肉的羊肉的牛肉的 我知道了 哼 小姐 我們都以為您能扛得過去了 哪個小子到你也會糟了 鬼別了去 就是你們這幾個掃不清 害得老娘跟你們在這兒一起吃光了 我們還怪的 怪阿爺 阿爺 搞啥子 如果不是你們 嗯 我們拉點會糟了 平時嘛 大火沒大個本事 麥媽呢 倒是搶得很 唉 如果不是你聊褲子的話 我跟阿爺也絕對不會出事了 是嗎 我們兩個都帶四十四個 你才帶二十二個 你帶哈了 我也想找大家嘛 哪個怪我媽生理小 怪那個 怪我媽給我老孩子 怪那個 怪你自家 難怪老班媽咪班 訓練的時候 用那些老婆啊 香蕉啊 這些東西 全部都背臉了 唉阿爺 蠢 你們知道過 盤亮信咯 讓我告訴你吧 五十顆海洛伊 就夠鑽眼的 大傻瓜 五十顆也是好多 不 以亮 那樣叫鑽眼咧 敲壁 爸 我可套了八輩子血沒了我 我多說了一句話 就丟了一條命 我那兩個可憐的孩子可怎麼辦呢 我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 老婆老婆 老婆老婆 不哭了不哭了啊 老婆不哭了 姐姐給你玩 不哭了啊 你看你多漂亮啊 不哭了 你 師妹 別說了 來了來了來了 有事兒嗎 不是 宝宝尿了 你有尿布吗 尿布 你管我要尿布 我都晕头了 宝宝不开心 这样吧 我脱不开心 你就去帮我买几包尿布诗 尿布诗 你真笨 你广告上没见过 就是那种 给孩子练屁股的那种 行 给你钱 钱我有你拿着啊 小雪 这孩子放上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走后身边也不是回事 我先去了啊 来 我香蕾香蕾还是做力球饮品呢 十年 不是被力球饮品呢 金茶 金茶 干国来嘛 我不过要贪贝 不要太空宽 我不想坐牢 我不想改抢字 金茶 金茶 不要抢子 不要抢子 金茶 不要抢子 不要抢子 金茶 不要抢子 不要抢子 金茶 不要抢子 金茶 剑西使是 杨湾 杨科长 洋科长 是不是本省人呢 是吧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 有件事想问问她 哦 关于孩子 孩子 宝宝 姐姐跟你商量个事 姐姐给你找一个爷爷奶奶怎么样 主要是姐姐太忙了 也没有时间照顾你 你说怎么办呢 好 你也同意啊 好 听万三们说 你找我有事 笑什么笑 说啊 什么事 您看见我抱那孩子了吧 孩子怎么了 我觉得这孩子总放在警营里也不是事儿 她没法工作呀 可不是吗 你这警营也不是托儿所 那个孩子笑什么话这是 所以我这不是来请示您了吗 请示我 您想把孩子交给我啊 那您认为呢 你交给我 我送哪儿啊 我 我这不是来问您的吗 送民政局 这 这孩子又不是孤儿 他有妈 那怎么能让孤儿送呢 要不 我去附近老乡打听打听 看着他们要不要 这 这你如果送到人家 你不是跟你怎么办 你说这万要是碰上个人贩子呢 那你说让我怎么办啊 我总不能你 我抱抱孩子 把他放到我家吧 我听说您家这事儿挺近的 你还真想放我家呀 你放我家 你 你让我跟我爸我妈 怎么说呀这事儿啊 他们还说 您父亲跟母亲人都特善良 谁啊 谁说的 全站都这么说 怎么了 行 那个 那先这么定吧 还有一件正确事儿 你抓的那几个人啊 那几个女的 就他们交代 他们同时上了一个女人的当 那个女的叫李秋云 就是没间有个志那个 他怎么骗他们的 假招工 把他们骗过去之后 交给老板 由老板训练他们如何吞毒韵毒 训练营就在山上的一个小木屋 我们赶过去之后 人全跑光了 您不是说过吗 毒枭们都狡猾得很 一旦他们决定找人孕毒 那身边背后 就一定有眼线钉梢 如果那个孕毒者被抓 他那边很快就会知道了 是啊 今天我带着人去那边排茶了 整整忙了一天 有说过吗 没有 这个老板诡秘得很 他把这些人用车 拉到山上的时候啊 全部都把眼睛给蒙上来 当地的老百姓 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妈的 您说脏话了 我这是气的 不是 你说这些老板多可恶啊 他训练他们吞毒孕毒 这 这是玩命的营生啊 安全区闹了怎么的 也就给个几千块钱 就为了这么点钱 把命都打你去了 值吗 是霊令之婚 是霊令之婚